一開始的連署狀況 其實真的很慘 對 因為大家都不清楚這個議題 是 你可以跟我想說 大概怎麼樣子慘 就是說你們如果說 去那邊擺攤的話 一天大概連署 可以連署幾份 以台中的清美產品來說的話 就是不到 剛開始是不到100分 一天不到100分 對 後來這兩週看起來 大家慢慢的意識到了 這個狀況之後 這個連署的分數 每天會有增加嗎 對 基本上就是像現在 連一中節 當初也是非常難連署 現在跟當初比 其實有10倍的成長 10倍 的量 對 難怪這幾天可以衝到這麼高 不過我知道 衝到這麼高之後 也感覺到一股看不見的力量 或是說一股躲在暗處的力量 讓你們感覺到倍感壓力對不對 這幾天是不是你也有感受到 對 可能之後會更多吧 我覺得針對這些問題的話 就是說我們就是樂觀看待 對 只要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就好 樂觀看待的意思就是說沒關係 你盡量大家把這個議題公開辯論 或是說大家把這個議題炒熱起來 大家就會重視到這個藻礁公投事件 不過就您或是說很多的 包括學生團體本身 是不是有碰到一些攻擊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就身邊的人來說的話 可能最近網軍這兩天攻擊的方向 就是說不能破壞藻礁 認為說人也不能站在藻礁上面移動 說這樣也會破壞藻礁 那我覺得針對這個方面 我就是覺得說 可能是大家對於藻礁還是不夠了解 那才會有這樣的認知 就是藻礁其實我們說它像千層派 但是它並不像千層派一樣這麼軟 所以說它是已經概化生成的藻礁 那我可以做個比喻就是說 你踩在藻礁上面 就之於說你踩在草皮上面 草皮雖然說踩下去會有點 遭到一點壓力 但是它並不會因為你踩個一兩下就死掉 所以說之後也是會繼續再附身回來 或者是根本也沒有受損 所以並不會因為說這種去践踏 然後就導致藻礁的破壞 我覺得這個是認知上面 可能他們要再去做一點功課 OK 那還有另外一個聲音 我聽到在講說你們這些團體 包括不管是學生團體也好 環團也好 背後都是政黨的力量 你們只是在為了政黨的鬥爭 再去做這個公投連署 或是說你們現在跟某某些政黨 站在一塊了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聲音 那你怎麼樣為自己來辯護 就是說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如果說我們有政黨的奧元的話 那我們不用到今天才會達到今天 這個29萬的這個連署失誤 可能早就已經60萬 70萬了 所以代表說我們會連鎖的這麼困難 代表說我們都是民間的各個團體 或者是個人組成的 不會像那些網軍所攻擊所說的 我們有政治 然後有政黨在幫助我們推行 對 還有很多人講說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刻白印象 說年輕人不是都是支持民進黨的嗎 年輕人都覺得民進黨最好或什麼的 所以大家很多過去 可能把比較刻白印象 貼在年輕人標籤上 都會覺得這是很訝異 所謂的粉紅風暴 怎麼這麼多的年輕人站出來 而且我看到在街頭上 去參與連署或是號召連署 很多真的就是關心藻礁的年輕人 對 就是我相信這次運動中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人 就是真心在關心藻礁 那不會去分有沒有政黨議事 那你是哪個族群 或者是以前有做過什麼事 那我們只會覺得說 只要你是真心在關心藻礁 那希望他連署達標 那我們都是抱持支持的 要abe 萬聆很明顯 過 OK 對 好